5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宣布 我国正在有序开展6G相关的技术试验 扎实推动6G创新发展 超前培育6G应用生态十分必要 加快5G与XR 数字蓝孙 机器人等 新产业 新应用的融合发展 加速相关产业成熟 夯时6G应用基础 目前 业内普遍认为 6G通信能力将达到5G的10倍以上 5G向6G的发展是从万物互联 向万物质联 数字孪生的过程 6G将推动沉浸感更强的全息视频 实现物理世界 虚拟世界 人的世界 三个世界的联动 今年6月 国际电信联盟 完成6G愿景需求建议书 明确6G典型产品和关键能力指标 其中 我国提出的5类 6G典型场景和14个关键能力指标 全部被采纳 7G典型场景和14个关键能力指标 4G典型场景和15个关键能力指标